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和大家講一些關於區議員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有一堆區議員已經被DQ DQ之後沒有議員做,沒有議員做的時候有什麼後續的事情開始呢? 後續的事情原來就是他們現在開始被人追良知 有一些人可能還要追到破產 那為什麼玩得這麼大? 稍後就會和大家講講這群人到底會不會被追到破產 第二樣想和大家講,大家也知道其實有很多區議員 其實都不是區議員 很多都是黑暴,很多都是暴徒 那他們沒有做區議員之後做什麼呢? 原來有一個區議員就轉了去打拳 是不是做回他的老本行 喜歡打打殺殺,等下就會和大家講一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想和大家講就是區議員已經完成所有的宣誓了 港九新界一共有33個人被DQ 我覺得都是比較少的,看看會不會是多些人被DQ 至於新界西那邊就有17個人的宣誓資格成儀 應該很大機會都會被DQ 就是說到時就會有50個人被DQ 那暫時這個民政事務總署就還未披露一些 被DQ了的區議員的新樽的安排 就是追新的安排,追回那些良知回來 都要追的,對不對? 有一些區議員就說,咦?不是啊 有安排了,有什麼安排啊? 他就說收到民政事務總署的來信 就指他這個區議員被發還的累計營運開支 超出了合資格申請的款項 預計就需要追回他最少10萬元的開支回來 那就是說追回良知的行動 現在可能是已經正式開始的了 那區議員就每年就有55萬元 就拿來作一個實報實銷的營運開支 那不過這個營運開支就是用於支付辦事處的租金 議員助理的薪金等等 一共是55萬元的 那有一些就要他們基本上給了才能夠收回 九龍城的前區議員郭天立在上個月被DQ了 但是他近日接獲了區議會秘書處的一個來信 就說以他本年度合資格領取的款項按比例計 去到DQ當日就有41萬港幣 但是他早前是獲發得52萬港幣 所以就要追回他11萬的港幣 那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原來他交了一堆的單 可能他有一些的單出問題 例如他的區議員辦事處拿來做一個選舉票站 那很大機會就違法的時間就不獲發開支了 例如他裏面做了一些的文宣 那些單張可能有五一光時那些口號的單張 可能是未必可以給他CAM的 再例如有一些叫做他的助理 可能是一個禮拜翻30個小時 但是OT50個小時這樣 那這些又是沒有辦法 即是給一些的開支給他CAM的 那他就說了信裡面呢 就沒有特別寫明是哪些支出要追回他的 但是這個角立天就說了 其實他自己每張單都合情合理的 那用在哪裡 用在支付辦事處的租金 員工的薪金等等 而民政事務總署也都認可了這些款項 是公務符合區議會職能 就可以發放了 但是現在又說需要歸還這些款項 那認為並不合理 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其實民政總署就給了錢給他們 現在追回他們的錢 那之前都說過了 基本上就民政事務總署追他們的錢 很大機會就是10萬元的 那為什麼呢 應該是由宣佈了他們 有機會是我猜 宣佈了他們需要DQ 或者是需要宣誓那一天 去到DQ那一天 那些中間時段 那些所有的區議員申報的開支 包括他們手下的良知 他自己的良知 以及辦事處的開支 很大機會這三方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不給CAM的 那他們呢 就需要全部都要還 即是還回給政府了 那都不少的 都11萬的 那這個11萬 可能別人是更加之多 都不出奇的 那當然了 遲了職的 會不會被追身呢 可能會 但是應該要追了一些被DQ的人先 這些是一個首選來的 那他就說 這個做法不合理 他就指這件事件 對他造成一個經濟壓力 希望就是探討分期還款的方案等等 如果別無選擇 他就會提出司法覆核的 其實司法覆核 是不是第一件事 是不是這麼容易批准呢 第二件事 你告訴我 到時司法覆核的時候 哪一個官 敢死判這些黑暴議員 是勝訴的話呢 有沒有機會 被人家認為這個法官是共犯呢 我不知道啊 我提出一些大眾都會提出的問題 據他所知 就是暫時沒有其他的區議員 收到這個信件 他就反問 是不是這個民政事務總署 針對著他玩他 有心玩東西呢 我覺得未必是的 因為 他是有需要追回他的新樽 他說有經濟壓力了 問題是 如果 罪犯 犯了罪的時間 或者是 有些人借了錢不還的時間 要還錢 那全部人都會有經濟壓力的 那是不是這麼容易 讓你搞這個分期付款 好了 當你搞這個分期付款 給了第一期 可能給了一萬幾千之後 你走了 醉了草的話 那怎麼辦 你用什麼做抵押呢 用你的名字來做抵押 好像你的名字不太值錢 那當你走了老的話 那怎麼辦 那說真的 你不如不要跟 儲方說這個分期付款 你不如跟銀行說 將這個債務轉到銀行那裡 你再分期付款 給銀行 你看一下有沒有銀行承擔 承接這樣更好 你跟儲方說沒有用的 儲方不是銀行 你不還的時候 沒有的 儲方就是申請你破產 很簡單 對不對 而這個郭立天 他接到的信件裡面 引用有關區議員 賠儲金 跟著就叫做津貼 和開支償還款項的安排指引 指出 如果當局支付或者發還款項之後 發現區議員的資格 或者叫做不符合資格 或者發還的時候有些錯誤的話 這個區議員是必須要推還的 沙田區的區議會前主席 李智宏說 暫時未收到內訊 但是德式引用指引裡面 如果停任區議員 只可以按比例申請開支償還款項的話 暫時預計要發還超過10萬的開支 李智宏說做法不合理 為什麼呢 你付錢他就合理 你要他付錢就永遠都不合理 這件事大家都了解 他就說因為當初儲方已經批准了金額 但是使用了金額之後 再要他還回來 對他造成很大困擾 為什麼呢 因為他坦然 原來儲方發還的進度非常緩慢 他已經向銀行喊款了20多萬的港元 去電資服務地區的費用 現在要慢慢還銀行那筆的債 如果儲方再是要他們發還一些開支的話 會進一步增添壓力 說真的 很大機會 李智宏是有機會破產的 做區議員做到破產也是少見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20萬要還 然後他如果被追10萬要再還的時間 他在限期內還不到 那儲方就會申請他破產 那申請他破產的時候 他就要破產 他還有20萬還的時候 可能他一和過破產 就算數了 不算還 都不出奇 不是開玩笑 所以就看看這班區議員 有沒有機會去破產 還有問題是 這一班黑暴議員 有什麼特殊技能可以出到賺錢 洗碗掃地又不想做 保安又不虧做 那什麼都不想做的時間 那他怎麼賺錢呢 賺不到錢的時候 還不到錢 那就破產了 很簡單 不過 有一些區議員是真的有他們的本事 有什麼本事 打人的本事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區議員 在做區議員之前 都是做暴徒的 我不是說我接下來說那個是 我說有很多區議員 不過很多做暴徒的區議員 已經走路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有案件在身 所以 都已經走路了 那我們想說 這個區議員 是什麼區議員 是前區議員 就是黎子一 一般區議員都給別人一個叫做 斯文的形象 但是這個 剛剛上一屆的區議員 或者這一屆的區議員 大家都知道 給別人的感覺 不是斯文的形象 是暴力的形象 現在做區議員 那些都是有一些 叫做暴力的人士 勇武的人士 好像那個劉勇武 都是很勇武的 那些感覺 但是 現在說 沙田前區議員 他在上個星期 就因為宣誓無效 而被政府DQ 褫奪他的議員資格 這個叫黎智恩 他就是在這個月的14日的時間 就是剝了他的眼鏡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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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他就是打人 還有被人打 就在擂台上打拳 合法 跟著 跟著 他就是 這次的第一戰 首戰 布折 贏了 這樣 厲害 也不錯 吃回老本行 果然是老本行 這個黎智恩 這次參加的 拳擊 就是 男子 業餘組 的K1 踢拳道 就是 kickboxing 比賽 紅方的黎智恩 跟藍方的選手 都是64公斤級的 級別 但是 這個黎智恩 一看下去 身材 身形 都是高班 可能打慣 大家都知道 在哪裡打慣 你就不要問我 好嗎 那麼 現場 原來都有很多黎智恩的觀眾 粉絲 立喊助威 好像在主場打 第一回合 黎智恩 已經是 試探 試探完之後 接著 已經是狂攻對手 這些 動作等等 好像在黑暴場面 2019年的時候 都見過 關不關事 黎智恩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黑暴場面裡面 都經過 大家的 見證下 真的見過很多 這些打鬥場面 雖然在擂台上 一攻一防 或者再攻再防 攻勢一浪 佔一浪 這樣 不過 黎智恩 最終 就是 用了很多招數 就 贏了 這樣 又 失狀 又 素堂腿 什麼都好像出了 有左優權 有優權 這樣 這樣 打了三個回合之後 身高 大約高出對手 6cm的黎智恩 就以輕微的點數勝出 就捧走今場的獎盃 過往這個拳擊 叫做 叫做 怎麼說 比賽零經驗的黎智恩 就說 今次的業餘拳賽 所報的職業都是區議員 原來 就可能 他 叫做 報名之前沒有想過自己被DQ 或者報了自己做區議員的話 就可能 就是吸引眼球 就由一些媒體去報導 那 這個 黎智恩 29歲 未來五年裡 都沒有參選 因為被DQ 他會不會考慮做這個權手 這樣 或者看他的 叫做 叫做 身形 可以做一下 一些紮鐵 那就是貢獻 香港 或者鋪路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掘路面 扔磚 可能都做得到 是不是 那麼 看看他會不會去轉行 轉去做其他行業 打拳都可能不錯的 那麼 就是打人就不好了 被人打一下都OK 轉去做沙包 不知道有沒有興趣呢 是不是 好了 那麼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那麼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